迷信和教条 人们嘲笑其他人迷信 同时却保留了他们自己的迷信 所有的疾病 并不是医于迷信的力量而医好的 但是假使为了某些理由 而使任何迷信在宗教中根深剃固起来 这样就很容易成为无弱可救了 在某些宗教中 即使在今天 我们仍然看到 很多受最高等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 忘记了他们的智能 投降了人类的庄严 而去做最荒谬的迷信的事 为了吸引广大信众 人们采用迷信和仪式来装饰宗教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装饰神音的爬藤 生长快速 而使神音相迎见绝 结果是宗教的教义 变成了背景 而迷信和仪式 就在台前大演起角色 教条主义和迷信一样 阻塞了健全的宗教成长 教条的信仰和不宽容 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想起西方中古时代 就会想到教会如何毫无怜悯心地 打压异端 残酷和谋杀各种暴行 不明欲的手段 敲问浩刑 和消杀无辜的生命 一个人也会想起野蛮 和魯莽的十字军 所有这些事件 都是受到宗教权威里面的教条信仰 和不宽容所激起的结果 在另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了解 要停止情绪上 对原始强力迷信 和教条信仰的执着感受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即使有科学知识的光芒 上上不能够强大得 足够使我们放弃一些原始迷信和教条 举例说 好几代以来 我们已经知道地球 是绕着太阳而转的 但是在经验上 我们仍然看着太阳升起 绕过天空 然后傍晚日落 我们在感情上 仍然不愿意承认 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 我们仍然喜欢 不顾知识的根据 我们必须了解到教条 迷信 和宗教首牵手的危险性 当时间来到 聪明的智者 将会把宗教和教条 迷信分开 如果再分不清楚 再不将教条 迷信 和宗教 划清界线 那么宗教的领域 将会被污染 而无数的不信教者 将会增加 而无数的不信教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